怎麼做都不對 來看到彰化市和平路三角公園的圓環 施工所曾經打造了一座蓮花燈塔 但是卻被批評為是彰化最醜的建築物 後來拆掉 鋪上人工草皮 卻越被嫌像極了墳墓一般 還一度成為曬狗場 迎接農曆新年 施工所最近設置了一座金龍花燈 沒有想到再次被嫌太老氣了 看起來張牙舞爪很不吉利 這讓施工所好無奈 因為怎麼改造都會被批評 金龍造型花燈 助力在圓環正中央 金龍表情生動活靈活現超霸氣 博求民眾越看越奇怪 因為金龍不是飛天盤穴 而是趴在草地上 從高速往下看 更像泡在髒兮兮的綠水裡 如果有龍面的氣氛 覺得還不錯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希望做得比較活潑生動一點 不要這麼老氣 彰化三角公園 從改建至今一波三折 一路被嫌醜 從最一開始的蓮花燈塔 被批評為最醜工工藝術 好不容易拆除了 留下底座鋪上草皮 又被縮向墳墓 甚至一度成了曬狗場 如今放上金樓花燈 增加喜氣 一樣又被嫌棄 批評太老氣 金龍張牙舞爪的很不吉利 這裡是彰化很重要的地標 空蕩蕩的也不是很好看 聽聽大家的意見 如果覺得這樣很漂亮 每年依照生效 來換不同的主題 公所表示 是逢龍年在市民建議下 設置金龍花燈 來呈現龍藤古都的主題意象 在設計時 以評估不會影響行車視線 預計三月中旬就會拆除 至於好不好看 見仁見智